但是你的粉絲都是很會吃的嗎 會來一堆吃很多的 不會啦 我們這種 我今天會吃很多嗎 沒跟牛 你如果說像你今天的量 都已經超過50000 真的假的 超過50000 你還有 應該兩公斤多 兩公斤多 我吃那麼多肉 對 大家好 我是TaoTao 我現在來到汐止的一如燕火鍋美術館 各位啊 他這家 他是同時有火鍋 又是美術館的地方 有沒有很厲害啊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去體驗看看吧 比如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各位 我现在已经就做饿了 今天我们是9月6号 平日的礼拜一来这边吃 他今天这边平日中午的消费 只要438元加10%服务费 以他现场的环境啊 刚刚应该大家都有看到了吧 非常的漂亮 那他这边点餐的方式是 你可以跟他点现茄的肉品 那这下面的东西 就是等等自己去那边拿就好 没有没有 都要点现在因为疫情嘛 就是减少了 现在是开始了 酱料 饮料 蛋糕 冰房 是不是去其他都是外面熟 好了 那我们去跟他点个餐吧 诶 诶 诶 我想跟你点个餐 就这些就好 诶 对 OK 谢谢 怎么样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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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東西的時候他們跟我說 因為現在適逢政府的規定 所以我們要點這些生食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化單的方式 他們會幫我們夾 那我們先喝喝看它的湯頭 它的原味湯裡面有滿滿的洋蔥味道 很香耶 就是這個味道 我非常喜歡喝這種大紅袍麻辣糖的味道 我覺得很適合涮這些脹氣類的東西 這看起來真讚耶 那一般的火鍋料就倒到旁邊的洋蔥湯好了 今天肉片部分 它這邊有黑跟牛 沙朗牛 還有豬肉跟雞肉 它這個花紋 非常的漂亮耶 那我是覺得說今天有兩種湯頭的話 那這些肉剛好都可以用這些湯頭 各算一次看看 看表現會是如何啦 這個雞肉片味道好香喔 這樣我會非常期待等於用麻辣湯蒜茄的表現耶 我是覺得它的雞肉片本身就有非常濃烈的香氣耶 我是覺得它的雞肉片本身就有非常濃烈的香氣耶 用比較清爽的洋蔥湯煮起來 我覺得更能凸顯它這個肉的香氣耶 那我們先把這個脹氣類的東西撈起來好了 那我們先把它放涼吧 等等再來吃啦 那接下來來吃豬肉片吧 感覺好像並沒有什麼 會讓你感動的滋味 這個豬肉片它吸附了滿滿的麻辣湯香氣耶 非常的夠味啊 接下來就是牛肉的部分了 煮完這個牛肉馬上就出現了油渣 它這個沙朗的部分 它的肉質非常非常的扎實 因為咬起來會比較有牛肉片的香氣 可是口感部分就沒有像剛剛的豬肉片雞肉片那麼好 我們再試試看就麻辣湯煮它 來吧 麻辣沙朗牛 它這沙朗牛也是把麻辣湯的香氣吸得滿滿滿的 那最後就是我最期待培根牛的部分 看這個脂肪的分布啊 它吸附了滿滿的洋蔥湯的香味 天啊我們再來吃吃看 麻辣湯煮出來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而且它這個肉片切得非常薄 算一下就可以起來了 它脂肪的香氣搭配上紅袍辣椒的香味 好啦 那我們肉都吃完了 該是來吃這一盤 脹氣料理啦 那在吃這些東西之前啊 我們醬料好朋友耶 要先準備好嗎 就是這個味啊 好 各位 那我們先吃魷魚的部分 我們先吃了 這個阿根廷魷魚啊 吃起來就是清清脆脆的口感啊 我覺得很適合蘸這個醬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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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的加點肉 好啊 好 雞肉 那我畫單子給你 先這樣好了 比較不及青菜 是吧 謝謝你 接下來是 基隆特產 蛋腸 算說這種蛋腸在基隆汐止這邊隨處可見 可是它是簡單又美味的一個蛋料理 謝謝你 那接下來吃這個 脆腸 應該是非常需要沾醬好朋友的資源 它這些食材雖然沒有很多樣 但是它每樣都很新鮮 還有這個毛肚 非常的清脆 哦 謝謝你 各位我剛剛加點東西都來了 不過我們先把眼前的東西吃完 我們繼續處理它們 各位它這個毛肚因為夠新鮮 所以我們這樣隨便煮一煮 就非常的清脆 那這邊還有這個魚肚還有魚皮 我最近吃過一些比較平價的火鍋吃到飽啊 它們的魚肚還有魚皮 我吃起來都是會感到 有一種臭臭味啊 我覺得它這真的是表現很不錯的地方 我們把這些東西一次all in 掉了啦 好啦那我們把這些東西一次all in 掉了啦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火鍋料部分了啦 可是吃這種火鍋料對我來說就吃一個情懷 論吃的火鍋料是你喜歡味道 那就是賺到 新鮮腸 這新鮮腸感覺有賺到了喔 那不然說完了喔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算第二輪的肉吧 好啦各位我剛剛跟它點了五份的培根牛 還有五份的雞肉片 我覺得它這兩樣肉片表現我非常的喜歡 一邊一鍋剛剛好啊各位 一邊一鍋剛剛好啊各位 我們先從麻辣的雞肉片開始 來那我們先從麻辣的雞肉片開始 你們看一下它這上面黑黑一點一點的全部都是花椒喔 它花椒給的量非常有誠意啊 它花椒給的量非常有誠意啊 接下來換原味雞肉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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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過一句話 可是吃到後面好像它變得需要這種沾醬的支援了 那接下來就是牛肉片的部分呢 那接下來就是牛肉片的部分呢 好看它 加上牛肉片 就比較難熟 它這個肉片擺盤好漂亮喔 好捨不得破壞它喔 好捨不得破壞它喔 好捨不得破壞他喔 好厚喔 在等待,懂得欣賞它的人,把它吃下去 是說我差點忘記了,我們有點蛋漲了 哇 哇 那接下來我們把剩下的培根牛全部下下去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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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OK啦,那我再去跟他們點一些肉類吧 OK啦各位,我剛剛跟他點的培根牛還有沙朗牛各五份 我覺得我們吃完這兩盤應該也差不多了 因為他這邊只營業到下午兩點半 現在時間只剩20分鐘可以吃了 等等我們吃完這些東西還要吃他的甜點 他的甜點絕對不能錯過 我們繼續把這半盤都下下去吧 我們繼續把這半盤都下下去吧 他旁邊這個蛋腸跟也差不多啦,一起起來吧 一個都不能少啊 用這個像藝術品般的肉,敬你們啊 蛋腸配肉 蛋腸配肉 嗯 嗯 來,接下來五花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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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剩下這些五花肉齁 全部都給他丟下去吧 我真的覺得今天這個體驗啊 是非常的享受 好啊 那等一下我們吃完這盤五花牛之後 我們就要進攻甜點了 ag a 哈哈哈 ok啊各位 我們把所有肉類又吃完了 那我們去拿點甜點來吃吧 好啊 哦 好啊 好了各位 因为它要准备休息了 所以我就只拿这三样冰棒而已 不然它现场还有蛋糕刨冰可以吃 只不过今天吃的时间稍微有拖延到 有点可惜啊 那我们先从这个摩卡雪糕开始啊 而且它这个冰棒品牌是泰国的 哇吃完各种重口味的肉之后 吃到这口冰棒我觉得嘴巴变得好清爽啊 那接下来吃这个香芋冰棒 这个芋头味道跟我以前住在大甲吃到芋头冰 一样的浓郁啊 我们来吃这个黄金榴莲冰棒 是说我本身是不怎么喜欢吃榴莲的人啊 可是它这支榴莲冰棒却让我可以接受它的味道 我觉得很神奇耶 好各位 我们吃完了啦 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账之后再到外面做结尾吧 OK啊各位 我们现在已经到外面了 是说我刚结账的时候 你们知道老板说什么吗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的观众是不是都跟你一样会吃啊 但是你的粉丝都是很会吃的吗 陪个牛 你如果说像你今天的量 已经超过500块 真的假的 超过500 老板他有跟我说啦 他们的肉啊 猪肉 牛肉 全都是原肉 不是组合肉 所以它成本相对会比较高 各位啊听到这边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老板 非常的直率啊 但是他有跟我说啊 沙朗牛因为它是原肉 所以你可以算到五分熟就可以吃了 除了鸡肉跟猪肉之外啊 它牛肉是可以带红吃下去的 他这边除了正餐之外 你吃完正餐 就坐在它那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空间 喝着咖啡 吃着蛋糕 我觉得这真的都是 一个还蛮享受的感觉 今天这一家老板 他是个艺术人 他让吃到饱店的气氛 变得不像吃到饱店了 反而说是一种让你放松的空间 如果今天要拿一个平价火锅 吃到饱来比的话 我觉得千叶火锅是他的最好比照 虽然说千叶火锅他什么应有尽有 可是他食材可能... 好那各位看到这边 你们有什么推荐的火锅吃到饱吗 不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会去回复啦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 记得要给我个订阅 订阅对我来说 是在创作上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